我們臺大風險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進行對COVID-19決議的重要的國際 跟對國內能源政策 氣候變遷政策 還有相關的產業政策的一個分析跟討論 那另外我們今天特別也要公布 最新的2015年 臺灣民眾對氣候變遷的貢獻感知 來對於新的討論 臺灣的民眾針對氣候變遷的看法 針對能源跟產業 尤其也回應到這次COVID-19的一個發展趨勢 臺灣民眾的看法跟思考是怎麼樣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幾位來賓 我們請到第一位重要的來賓 是李遠哲 李前院長 那我們很高興李前院長願意來針對這個議題 繼續在國內發生 那第二位我們就請到台大政治系林子文教授 那林老師這一次 林老師也是我們風險社會政策研究中心重要的成員 他這次也到巴黎去隨身的觀察這樣的一個重要會議 那第三位我們請到新年紀錄聯盟的代表謝上榮 謝原巴掌 不過他還沒有到 我想新年紀錄聯盟這次也在巴黎做了非常多的觀察 跟NGO的活動 那我們今天的程序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第一個小時 首先由我這邊代表我們中心 報告我們對中心對COP21的一個簡單的看法 還有這個對於最新的台灣民眾 稀有變遷風險感知的一個觀察跟討論 那大概20分鐘之後 我們就請李彥師來做一個雨潭 那雨潭會在10點50左右 我們會再休息10分鐘 讓現場的媒體朋友做簡短的採訪 那我們就會進到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我們就請林老師跟謝先生來做第二階段的雨潭 那他們大概也半小時左右 我們再開放給現場的同仁跟媒體朋友來採訪 那我想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按程序進到第一個階段 我想COP21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歇式的意義 就是全球的整個氣候變遷已經到達了一個憑借點 那我們先來看幾張圖 這張圖拋換的小了一點 那就麻煩各位 這個是2005年CATRINA颶風對美國紐阿拉雅的一個衝擊 有30萬人必須向往外移 這一張是在9月11的時候 日本百年來的大水 日本的鬼怒川的大水 那這一張也是 各位看到這樣的風災 各位也可以想到2011年2010年澳洲大水 然後2012年泰國有三分之一的國土都泡在海水裡面 那這一張是加州也是在9月的時候 加州的整個BOOSPAIR 野火燃燒到公路車尾駕駛瀑布桃 這跟我們台灣大家的日常生活經驗好像有點相關 這一個也是一樣 這個溪谷野火越來越大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一張非常典型的就是火勢在氣候乾燥的狀況之下 一罷不可收拾 好看到了國外的情況 我們來看這個圖是在看台灣近10年來的雨量 那雨量的雨水量越來越高 那這一張圖大家記得八八風災 還有這一張圖是2010年的時候 兩張兩台陸客的遊覽車在宜蘭 塑化公路掉到溪谷裡面 那這是在搜尋 那這一張是對於這樣一個高耗能 跟高污染的這個石化產業 就是產業政策的問題 進行辯論 知識跟辯論的影響 那為什麼要提這些東西呢 就是因為事實上氣候變遷的減碳政策 不只是減碳的問題 它包含到氣候災難 包含到整個國家的這個能源的轉型 產業的轉型 甚至各位看到這兩天的直報 這個空氣污染 環境治理的轉型 那最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的轉型跟決心 好那我們很快的來review一下COP21 幾個重要的階段跟發展 它現在這個COP21的簽署日期 未來的簽署日期會在明年的4月22 到2017年的4月21 至少要有55個簽署 這個簽署效率才會生效 生效年在2020年 那在COP21之前 事實上有兩份重要的國際文件 待會我想委員長跟李老師也都會提到 一個是國家資源減碳的途徑 一般過去稱為INDC 現在根本有人叫INDC 就是這個國家資源減碳的計畫 是以2030年為基準 然後要回到各國會去規劃 它回到哪一年的這個減碳的目標 那我們台灣在7月底也提出了這樣的一個 INDC國家資源減碳計畫 我們計畫在2030年的時候 回到2005年的再減20% 但是根據這樣已經有146國遞交這樣的一個INDC 但是事實上如果根據這個文件 各國如果以這樣為目標的話 到2001年的時候 全球的氣溫減量會上升3.5度 那另外一個重要文件就是DDPP 就是各國深度減碳途徑計畫 目前這有全世界有16國已經遞交給聯合國 那這是以2050年為減碳的一個基準 那這個部分中研院在前兩個月也正在鼓勵了 希望能夠在這個部分 對國家提出這個深度減碳計畫投進的一個見點 那COVID-19其實有幾個重要的方向 我們先看它的象徵意義 第一個它是宣示整個化石燃料經濟時代的結束 然後揭示綠色跟低碳經濟時代的來臨 那它當然在這次談判過程邊有非常多去去來來的過程 那也達到了一個長程的溢溫 一指溫度上升的只能上升到1.5度 這次長程大家一般談是2度 那更實質的發展 我這邊也是做一個粗略的一個報告 待會我想林老師有更細部的一個報告 被要求各國降低或終止的化石燃料的補貼 那我們台灣過去對化石燃料補貼能感是非常的高 去年的Brugland他來接受糖獎的時候 他說他有注意到台灣在全世界在化石燃料補貼裡面 也是貢獻的非常多 就是我們事實上是被注意到 那另外一個是2018年會開始審查各國的排碳政策 跟排碳政策的內涵跟情況 然後未來每五年會進行減碳的盤長 對世界各國 所以2023年很快的就會進行減碳盤長 那另外一個是1000億美元的援助降溫的基金 這個可能是因為國際的協商的關係 並沒有寫入竹文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影響趨勢 就是一個非Non-Party Stakeholder的角色 就是非地業方權益關係的角色 那這個條款使得台灣有機會加入 這樣的一個相關對話的一個重要機制 那最重要的發展趨勢是COP21以後 全世界會轉向碳金融跟碳價格的一個趨勢 雖然這次的碳價格並沒有被明確的談出來 但是事實上這樣一個機會使得未來的投資者 開始從對化石燃料的投資轉向低碳跟節能的投資 所以未來銀行的貸款也會往這個方向發展 所以整個碳金融跟碳價格趨勢會發展出來 再來就是碳足跡產品 我想這是一般我們最熟悉的思考 就是一旦碳價格慢慢在民間發酵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未來產品就會可能是隨產品徵收 這會影響到大家在消費跟行為上面 這是最實質的一個影響 然後再來當然就是剛剛講會轉向低碳跟新能源的投資 我想在這一段期間 我們國內各大媒體都有相關的報導 這個是義溫性目標的報導 我們做科技風險 常常講說用科技會有風險 跳這麼快 這是巴黎協定的內容 國內媒體也有報導 這是整個聯合計畫變化綱要公約決議文 已經有翻譯的版本出來 已經有中國的簡體字版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要來跟各位報告 2015年台灣民眾對氣候變遷風險感知 我把它定位為這是一個典範轉移 就是台灣的民眾怎麼看待氣候變遷的問題 我們是同時跟2012年同樣的調查來做一個比較 事實上各位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典範轉移的時代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社會 事實上已經開始轉向要求減碳跟要求低碳的社會 低碳的經濟 我們在政策上或許還有一些遲緩 我們來看一些報告 這個調查是在今年的11月5號到11月13號來進行 我們進行了1071份的抽樣 以百分之九十九的心態度推估 政府的誤差率超過2.93 我們的題目大概分佈了這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台灣的民眾對於氣候變遷嚴重性的看法 第二是民眾對於環境跟經濟發展典範是怎麼看的 過去大家都認為環境跟經濟對立 但是這個事情是怎麼樣可以從這邊來做解讀 第三個是世代正義的問題 對後代子孫 第四個是低碳能源選項的問題 再來是院務代價的問題 跟民眾對環境補貼的看法 第五個是政府開增能源稅跟環境稅 就是重要的和稅概念 這邊是怎麼發展 第六個是風險溝通 對政府的自理的信任跟公眾的參與 我想我們就分佈在這幾個題目 那這個一些內容我們已經發佈在我們的新聞稿 如果同仁們是需要新聞稿的話 我們外面也有 我們在今天中午也會把這一份的PowerPoint跟這一份報告 我們會放到我們的網頁上 好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題就是說事實上比較2012年跟今年 事實上台灣的民眾也接近70%的民眾 認為西游邊間已經示威是全世界最嚴重的問題 那因為我們國家過去在各種土石有災難 巴巴公災非常多 我想這個意思是非常確定 那有73%民眾不認為氣候變成問題是被誇大的 因為跟他日常生活的感知是非常重要的 好 有接近70%的民眾 69%的民眾認為 落實環保益能夠促進經濟發展 那這個觀點跟過去常常有一個議題就是說 民眾到底要環保還是要經濟 這個是不一樣的看法 那這一題在2012年其實也呈現相同的情形 那2012年其實當時是剛好台灣很重要的一個議案 國光石化的案子剛結束 所以事實上這個案子顯示台灣的民眾開始面對真正的環境跟經濟 希望能夠走出一個永續的經濟 永續的經濟社會的一個發展 而不是高耗燃、高污染的產業 好 那這一題 有72% 所以接下來有一題 有72%的民眾也認為 不認為說落實環保會阻礙台灣的經濟發展 這是同樣一個範疇 就是事實上台灣民眾不認為環境跟經濟是對立的 所以我們的政策跟社會應該要來思考 我們要走向怎麼樣的一個永續的經濟社會 好 那這一題 這一個就是有86.9% 接近87%的民眾 在世代正義的議題上 是認同說為了後代子孫應該落實環保 肚子熱緊一點 為了下一個世代 好 這一題在2012年也有相當高的比例 也高達80%的比例 非常的高 所以我想這個是大家對下一代世代的一個重要 那這一個空污的問題 就80%的民眾認同空氣污染嚴重 那這個就不用說 這題今年特別加 那這兩邊的直報 我想想我們不用做過多說 好 這一題就是低碳能源的選項 有百分之接近80%的民眾 78.7%的民眾認同 這個替代能源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那現在今天台灣的辯論就是 我們的替代能源是什麼 那待會我們還有相關的 有百分之66%的民眾認同應該以天然激發電 我想這是一個政策的意涵 值得我們的政府跟執政黨跟在野黨來思考 尤其面臨這個中共大選的時候 那有85%的民眾 這個驗戶代價這個議題 願意以比較高的電價來支持再生能源 我想國內民眾對於支持再生能源的意願 已經非常的高 那我們待會來看一下台灣再生能源發展 為什麼再生能源發展這麼慢 也就是German Watch 這次評比非常重要的 有百分之接近70% 68.8%的民眾 願意以較高的戶稅來保護環境 這也是相同 從厭惡到家支持再生能源跟較高戶稅 跟這一題 有68%民眾同意或是支持政府開增能源稅跟環境稅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那這一題在2012年加總起來也有接近70%的民眾 來支持民眾開增能源 那能源稅這個議題在國內從2015年談到現在 一直都沒有動 那沒有動有非常多政治經濟的因素 待會我們有時間可以來看 那有68%的民眾支持政府調整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 那僅有在風險溝通跟政策溝通的部分 僅有40%的民眾 認同政府已經提出明確的氣候變遷政策 那所以我想這個指標 一向是風險溝通 一向是我們政府的落項 所以這個部分是需要加強 那也只有32%的民眾 信任政府有對抗氣候變遷異常的能力 那可以加一個小小的點就是 我們現在未來明年可能要加入 或後年可能要加入TPP的談判 TPP的一個要求就是政府的政策透明度跟民眾參與度 必須要提高 那我們以目前看到台灣過去在治理的情況裡面 這個部分是需要加強的 那政府同樣的議題 在增加民間參與部分 有接近90%的民眾 認為政府的政策 政策應該增加民間參與 尤其我們現場 我們也來了很多NGO的朋友 所以大家對這個方面都有要求 我想我們民眾對這個方面也都呼籲 也是希望政府能夠加強 所以整個的調查 我們想從剛剛對於氣候變遷的意識 民眾對於世代的爭議 願意支持比較多的再生能源 願意支持碳稅 甚至對政府治理 要求更多的參與 要求更多的溝通 這個發展趨勢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COP21的決議 一樣我們剛剛講 走向綠色政策降低或中止化石燃料補貼 這是國內現在會辯論的一個重要的議題 尤其化石燃料補貼部分 第二轉向碳金桶碳價格趨勢 碳主機產品的要求 所以針對這樣的一個東西 我們這次的調查事實上 我們可以反映 台灣的社會事實上正在進行典範轉移 民眾要求朝向綠色經濟 跟低碳社會的要求 民眾將氣候變遷 思維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問題 民眾已經認同經濟發展 跟環境永續可以兼顧 然後世代爭議為了後代子孫 應該落實環保 民眾的永續發展意識提高 所以厭惡代價支持在這方面 是非常高的比喻 也支持政府調整高能高亂的產業 在治理的部分 剛剛已經強調了 在風險溝通 政府跟政府的信任度 還有民間參與 大家普遍都覺得這是不足的 我希望目前正在總統大選的候選人 三黨候選人 事實上要去思考 這樣的一個長期政府在風險溝通 赤字的這個部分 尤其氣候變遷更需要 政府跟民間團體的 跟民眾一起合力的努力 好 所以在這樣的架構底下 我們進到第三個階段的一個報告 就是我們在今年6月底的時候 通過溫室氣體減量級管理法 同時在7月30號的時候 我們向聯合國遞交所謂的 國家自主減碳方案 像剛剛講的就是說 這一個方案是強調在2030年的時候 台灣的氣候排碳量要降到2005年的基準 再減20% 但是在同時在COP21最後兩天的時候 German Watch又公佈了台灣在減碳排名上面 事實上是第52名 小小進步兩名 聯合報表記說我國排碳排名比大陸差 其實去年就比中國大陸差了 只是大家沒發覺 那這個German Watch 他們評比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國家總體排碳的減碳 第二個重點就是各部門的減碳 包括能源部門 產業部門 運輸部門 跟服務部門的減碳 第三個部門 第三個部門就是效率的部分 效率部分台灣今年得分 蠻高分的 第8名 大概是90分 第四個部門是再生能源的發展 第五個部門就是氣候變化政策 那我們一個一個稍微來review一下這個概念 台灣事實上到了 這次全國總排碳量 到了2014年還是維持到2.5億噸 就是我們的排碳並沒有明顯的減少 甚至是微微的增加 所以這一點是被嚴重的扣分 那水產師說 環保學有提出意義說 今年的有關森林的 這個伐木的部分指數 是平底比較低一點 但這是另外一個可以討論的議題 另外一個要注意的就是說 台灣事實上在2014年 在1000萬以上的人口 台灣排米是全世界的第8名 所以我們一定會被盯上 因為我們的排碳量太高了 以2011年一致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氣候變間停比在總體的排碳 會是非常高 那第二個剛剛講的重要的停比指數 就是能源部門 這個產業部門跟運輸部門 服務部門 我們在這個部門裡面有沒有提出明顯的減碳的結果 事實上應該也是沒有的 所以這兩個就扣分了 剛剛講第三個指數就是能效 效率的部分 台灣這個部分 今年拉到非常高的分數 大概90分左右 就是排比在全世界第8名 但是到了下一個指數 就是再生能源發電的佔比 各位可以看到台灣再生能源的佔比 在2013年佔全國總發電量佔比大概是4.6左右 今年因為可能是乾旱的關係 去年底子乾旱的關係 所以下降到3.4左右 可是如果扣掉灌場水利 一般講的再生能源 真正的再生能源 談的就是太陽能、風能、生殖能 生殖各種地熱能 台灣從台灣到2014年的時候 只佔了再生能源 只佔了2.14%左右 佔全國總發電量 也就是說根據我們的統計跟研究 我們中心一直長期在觀察跟關心 台灣從2001年到2014年 我們再生能源發展 佔全國總發電量成長只有1%左右 這個當然是會被嚴重的扣分 這也是我們今天 為什麼我們民間有一個再生能源 推動聯盟大力在幾乎跟推動的一個情況 各位再來看國際比較 這裡比較2012、2014 2013、2014 這張比比較小一點 我稍微說明一下 全世界主要的工業國家 在生能源佔 它全國總發電量佔 至少都到13、14%左右 這是日本 日本大概在13、14%左右 只有兩個國家在生能源佔比是非常低的 一個是台灣 這邊統計是不是不到5% 可能比較舊的數據 我們剛剛看4、3%左右 另外更比台灣更低的是南韓 各位知道南韓正在輸出核電 南韓正在輸出核電到燒焦 所以這一張圖當然會被German Watch扣分 然後這一張圖也在顯示 全世界事實上在再生能源發展底下 作為低碳社會的發展底下 這是一個重要趨勢 就是各國再生能源佔比已經拉高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這個必須值得我們重視 它這個反應不是只有再生能源比例 而世界各國在低碳的經濟跟再生能源所相關的 再生能源服務業 再生能源系統 低碳的經濟跟社會的系統 都已經到一定的程度 尤其如果現在根據COP21之後 這個趨勢應該會更加快 那如果我們沒有趕上這一波的整個低碳跟綠色的經濟 這些專利都被一些 包括服務的專利都被一些大廠occupy的時候 台灣真的是就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辦 另外的一個重要的議題 就是在11月我們能源局剛release 能源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 這個說明書事實上目前有辯論 就是說它這個推估 待會林老師也會稍微討論一下 說它這個推估的模型 事實上是可以檢討的 那它現在在全國各地要頒機場供電會 未來要送進環保署做能源政策方便 那這樣的一個推估 那我們的環環朋友就批評 就是說認為這樣的推估 剛剛林老師也特別跟我們討論一下 就提到一個重點 並沒有把災難對核能電廠的影響進去推估 所以這只是從產值上來推估 看起來好像非核跟全核能貢獻度差一兆 那可是各位 昨天我們台大大智系的徐煌宏教授 也在中國時報投書了 這也是一項我們中心的論點 就是台灣現在已經走 大家對非核家用的共識已經越來越高 所以核能的選項當然會經過一般的辯論 那另外是氣候變遷的減碳 再加上空氣污染 這三件啟發 國內要面對政策要面對這三件啟發 事實上是要更細心的 跟大家更密切的來合作跟對談 不然就會變成一個相當對臉的一個情況 好 那所以我們中心一向關心 如何從一個核色經濟社會轉向 綠色經濟的社會 那空污的議題 我想台灣PM2.5的濃度 這個也都不用再講了 也都超過6度 我想這個全家各地都非常嚴重 那這張圖當然就在看整個片溫點擴散 那這根圖就是在南投的普里西南國小 那個小朋友升空污染 因為他們那天的片溫點高達104度 我們今天外面大概165 多少165 今天外面165 昨天應該更嚴重了 昨天也是虎虎 OK 好 所以我們最後的總結就是 台灣正面臨這樣的一個系統性的風險 我們也面臨了國際垂直性的壓力 就是減碳的要求 它不但是只有減碳的公約的要求 有部分的法律效益 我們也面臨了這樣全世界 綠色經濟跟地產經濟的轉向 那我們在水平的壓力 國內我們民眾對於能源產業 水平跟氣候變遷甚至空污 我們都有越來越高的要求 那台灣正面臨這樣一個系統性的挑戰 也面臨這樣一個系統性的風險 那我們真的要問 我們的社會準備好了嗎 我們的政府準備好了嗎 我們的民眾準備好了 那為了這樣的發展 我想公民參與 就舉一個例子 媽媽婆婆的健康媽媽婆婆團 他們針對PMO聯網 提出很多論述 公民參與是絕對必要的 也是我們今天非常重要 那大家知道 新的產業時代的來臨 怎麼樣去進行配套 來進行來克服這樣的一個系統性風險 台灣的社會其實是相當的 如果在這些建制裡面 如果沒有進步是非常脆弱的 那這樣的一個脆弱 也就是我們最後一章 結論一下講的 我們過去的能源轉型 各位可以看到我剛剛提到 我們在2001年到2014年 我們的再生能源發展 只有成長百分之一 這真的是值得深 你如果去對照世界各國 這實在是太滿 我們產業轉型代過 然後現在東亞各國 或是東南亞也都追上來了 政府自己轉型代過 所以我們也應該記iere Galvan 如果在這方面 我們的資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